警方昨天凌晨在九龙城折查可疑人士时 制伏一个怀疑企图抢警战的14岁少年 警方调查后,说相信他是意外触碰警战,没有证据抢抢 事发在星期一凌晨,警员在甲丙达到折查3个可疑人士 一个14岁少年反抗 警方当时怀疑他企图抢抢抢,最终被制伏 两个警员受伤要送院 消息说,经调查后,相信五个少年当时打篮球后回家 见到警员后担心被票控违反限聚令 其中一个少年企图推开警员并捉及警战 警方调查后,相信他不是意图抢抢 案件改为左差办公案处理